修整过的白菜一层一层码放在缸里撒上盐巴 再加水发酵一个月左右 酸菜就算腌制完毕了 不管是炖菜还是椰酸菜拌凉菜 大白菜都是餐桌上廉价美味的好蔬菜 为什么叫杀猪菜呢 在过去比较贫困的年代里面 人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杀猪 那个时候才能吃到这道菜 所以都每人形象的把它称为杀猪菜 但现在生活调节好了 杀猪菜可以经常吃 但这种杀猪的习俗还被少数的农村保留下来了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道菜就也是个做法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细杀的猪头肉 猪大骨炖汤点 把切好的酸菜搭配新鲜的猪血肠炖汁 最后把煮烂的猪肉切片 一道美味的杀猪菜就搞定了 鲜肉切片 最后就放一点 1个车入鲜肉切片 1个车入鱼肉切片 3个车入鱼肉切片 2个车入鱼肉切片 把鱼儿切成鱼肉切片 最后变得最容易使用 车入鱼肉切片 3个车入鱼肉切片 Church 前后面盖鱼肉切片 群的肉切片 até根根含鱼肉切片 一方水头养一方人 南田北辣 东邪西酸 不同地方的人 自有不同的性格 东北人的性格直爽 爱用一个大字 比如大森林 大平原 大风雪 这一个个大字 同样也适用在东北菜上 而且同样贴切 比如大锅炖 大锅饭 大块肉 香奔奔的沙子菜